从莱芙总统手中接过这个硬姓的时候 感受十分的特别 过去我曾经在这里 三度把担任尖交人 把行政院的硬姓 从卸任院长的手中 交给继任院长的手中 担任尖交人轻松多了 但是今天自己接下这颗硬姓 沉重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样的形容词 恐怕还不足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但是这又让我更加的钦佩 过去几位曾经在这里担任这个重担的先进 包括林权院长 以及现在在场的赖钱院长及苏权院长 你们在这个岗位上所付出的努力 都是我必须学习的 我要特别谢谢苏院长 在这四年多的期间 稳定政局 有感施政 推动建设 领导防疫 所留下来的典范 刻画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都是我们未来内阁运作的重要基础 他是25年来最长的任的行政院长 对国家的贡献绝对不是我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 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 再一次来感谢苏院长这四年来的领导和付出 以及夫人及家人给他的支持 好不好 我更要感谢总统的信任和托付 他任期的最后一年多 把这份重担交给我 但是我知道 这动荡不是我有一个人来担 而是我的责任组成一个来精实团队 然后让每个人都能够像苏院长所说的贡献所长 而且又能够分工合作 为了要能够稳健衔接 政务新内阁团队 不仅留用部分苏贞昌院长的阁员 期待能够延续会作式团队的优异政绩 我们也扩大了世代的参与 强化世代的合作 因此团队中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将 而且也有许多崭新的中生代的面孔 同时我们也新延览了七位女性首长 倍增了女性格员的比例 为了要更贴近民意 我们更延览了五星级的施政的县市长 以及有民意代表及地方政府历练的成员 来一起加入我们这一个行政团队 我要感谢所有新团队的伙伴 勇敢承担责任 我也要告诉大家 作为人民的公仆 真正的权利就是服务 权力越大 责任也越大 就像圣经中所说的 你们中间谁要为首的 就必须做众人的仆人 我知道各位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我想借由这句话是要告诉大家 加入了我们这个行政团队 服务人民就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经历了疫情以后的台湾 我们台湾人民渴望着重建 正常生活秩序 用最快的速度 恢复原有的繁荣景象 也要强化国家在经济 社会和建设上的坚韧 尤其要让寿星阶级 育儿家庭和社会上的优势 都能够得到温暖的照顾 人民不想看到朝野间的战斗 因为对立绝对无法带来国家的进步 社会需要的是所有的人 团结奋斗 让台湾成为2300万人 骄傲共荣的国家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加快步伐 来推动当前最迫切的施政 除了要逐步盘整 我们防疫的措施之外 来让国民能够生活正常化 在这几年 因为疫情而受到冲击的产业 和国民 我们也要善用难得的设计 胜于全力给予协助 同时也透过苏院长 还有他的团队所规划的 疫后特别条例 还有预算的实施 来全面强化中小企业的体质 完善龙鱼村的基础设施 我们要做的 不仅是带领大家走过难关 更要让台湾的下一个十年 更有面对挑战的坚韧性 以及持续领先的竞争力 面对了严峻的全球经济变局 还有国际通膨 台湾的社会照顾体系 必须要更加的作严 从育额到长照 无论是租屋或者是房贷 学贷的压力或者是缺工 再到扫毒扫黑反诈骗 行政团队的目标 就是要减轻人民的负担 安定社会的民心 让每一个国民 都能够受到温暖的照顾 并且带着自信的微笑 在国家前进的步伐上 攜手同行并肩合作 这点我要请所有的 行政团队的成员 要牢牢地记在心头 这个职务将是我人生 最后一个政务人员公职 接下这个重担 我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全力以赴 没有悬念 蔡总统的任期 还有一年多 还有很多重要的施政 等待我们去推动 时间很快的就会过去 我们没有搓头的空间 更没有得过且过的本钱 我们每一天的工作 都是在为台湾的长远 未来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每一天的作为 就是为了要能够照顾好人民的 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各位伙伴 剩下来的未来的475天 请大家每一天都要上好花条 要对得起人民的托付 为台湾人民 还有我们的后代子孙 打造一个温暖 而坚韧的台湾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谢谢